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一起联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八章 主题是我是世界的光 在约翰福音的前面几章 耶稣曾一喝了就永不渴的水 和吃了就永不饿的粮 来向人启示他自己 现在在第八章 耶稣以我是世界的光 让世人知道凡跟从他的 就不在黑亚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我们来看看他是在什么情况下 做这一宣告的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与你与我有什么关系 在上一章中 文士法利赛人就想捉拿耶稣 但苦语没有找到他的把柄 本章一开始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认为这下子无论如何 都可以拿到耶稣的把柄 八章三到六节 文士和法利赛人 带着一个行音词被拿的妇人来 叫她站在当中 就对耶稣说 夫子 这妇人是正行音词被拿的 摩西的律法上吩咐我们 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 他们说这话 乃是太耶稣 要得着告她的把柄 耶稣就弯着腰 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这里文士和法利赛人 并不真的想处理淫乱的问题 否则 他们就应该把行音的男女 一起捆绑到工会 让当时宗教领袖来处理 他们的真正目的 是将找耶稣的把柄 耶稣若说要饶恕他 就等同于 视行音为无罪 违背摩西的律法 耶稣若说要遵照摩西的律法 用石头将妇人打死 就是违背罗马的律法 因为当时犹太人 并没有权柄杀人 然而事情有个意外的反转 让文士和法利赛人 如意算盘落空 七到十一节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 耶稣就直起腰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于是又弯腰 用指头在地上写字 他们听见这话 就从老到少 一刻一刻地都出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人 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 妇人 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 主啊 没有 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是神 他清楚明白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 是行在黑暗中而不自知 他们自己是罪人 却定睛在别人的罪上 甚至想要设计陷害无罪的主耶稣 主耶稣也看到那个妇人 也是行在黑暗中 顺从肉体而行 是不认识光 没有能力不犯罪 但主怜悯他 没定他的罪 同时 叫他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在这种背景之下 主耶稣宣告 他是世界的光 人应该来救尽光 就不在黑暗里行了 十二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主耶稣是世界的光 是从父神那里来的 父神是众光之父 是光的源头 那这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若相信 并愿意接受 耶稣是世界的光 就能得着 自己的生命之光 就不走在黑暗里 就能够活在光中 活在光中的生命 有什么特征呢 首先 行在光中的 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十四节 于是说 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 我的见证还是真的 因为我知道 我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世人常常不知道 自己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常常随波 着流 迷迷糊糊地走 完人生 信主的人不一样 知道自己是神 用爱所造 也能因此 接纳自己的过去 和成长中的不足 并且我们知道 往哪里去 就是要与神同在 并走进神 给我们每个人的命定中 因此 生命是有意义 有方向的 第二 心在光中的人 不凭外貌判断人 十五节 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 我却不判断人 世人都喜欢 比较判断他人 唯独看不清 自己的问题 而活在光中的人 被光照后 首先看到的是 自己的软弱 有限和亏欠 以明白 所有人都是软弱的 都需要审 因此 更会成为 带导者 守望者 而不是自以为 是以外貌判断人 对别人 指手画脚 当然 我们不判断人 但仍要懂得 分辨是非 只是我们 不凭自己的喜好 却要交由 父神来判断 第三 活在光中的人 是从上头来的 不属这个世界 二十三节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是从下头来的 我是从上头来的 你们是属这世界的 我不是属这世界的 从上头来的人 虽活在世界上 但不属于这个世界 不受这个世界下制 思考的是上头的事 行事为人 顺从神的原则 顺服圣灵的带领 而从下头来的人 属于这个世界 活在罪的全世中 不但被罪包围 罪中更死在罪中 要突破这个问题 关键是相信耶稣 信耶稣 代表我们生命的转向 表示我们愿意 为罪悔改 其实 人一生都在犯 不同性质的罪 当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就能借着悔改 从罪中转向神 因此 信耶稣是一时的决定 是一个开始 但活在罪中 是一个历程 是一个每天的选择 第四 活在罪中的 就会常做 父喜悦的事情 二十九节 那猜我来的是 与我同在 他没有撇下我 独自在这里 因为我常做 他所喜悦的事 活在罪中的人 常做父所喜悦的事 活在黑暗中的人 则常做自己喜悦的事 我们特别需要 在这点上反省自己 我们常常说 圣经很宝贵 但又常表示没有时间 要读经 却又很时间 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 弟兄姐妹们 究竟我们真正喜欢的是什么 是做父所喜悦的事 还是做自己喜好的事呢 第五 活在光中的人 必有 因晓得真理 而有的真自由 三十二节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将你们得以自由 世界上的人以为自由是随心所欲 其实那不是真自由 至终会落落捆绑 败坏至终而灭亡 真自由是晓得真理 因此可以分辨对错 逃避魔鬼的网络 另外 真理也教导我们全面认识神 知道神是圣洁公义 但也是恩典慈爱 好让我们既不随便犯罪 但也可以坦然来到父神的面前 建立爱的关系 我们的心 可以不受罪的捆绑 也不受律法的捆绑 第六 活在光中的 必听神的话 四七节 出于神的 必听神的话 你们不听 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 神是纵光之父 是光的源头 因此活在光中的 必听出于神的话 第七 活在光中的 不求自己的荣耀 五十节 我不求自己的荣耀 有一位 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 不求自己的荣耀 不只是保持低调 不表现自己 也包括不为自己生冤 活在光中的人 即使被人冤屈 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也能保持谦卑 不为自己生冤 因为他们知道 有一位为人求荣耀 定是非的神 会亲自为他们辩屈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 谢谢你让主耶稣 来到世上 成为这个世界的光 帮助我们活在这个光中 帮助我们认识真理 得着真自由 帮助我们听你的话语 做他你喜悦的事 帮助我们每天 在圣灵的光照下 竭力活着主耶稣的生命 更深活在主的同在里 谢谢主 求你祝福你的教会 祝福你的儿女们 祷告感谢 奉祝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